今天在課堂上 就是透過幾個片例 跟老師們介紹說 看電影有哪些方向 就是帶著老師們 去注意到這些細節 我的效果真的就只是讓他們 就是有那種發出驚呼的感覺 這一次我負責的部分是 教學食物分享 我覺得影像教育 就是放進任何的科目 都是很容易的 而且它應該是非常自然的 然後我覺得台下的老師給我 就是有這種感覺 他們已經有在實踐 然後也非常的樂在其中 其實我一開始很擔心 就是因為裡面的觀眾 就是老師 聽到有一點害怕 但是我覺得 欸 蠻舒服的 很好 就是每一個 還是老師 還是有 有學問的感覺 肥內老師講的一個觀點就是說 就是要上過歷史才會明白 它為何有那麼重要的地位 我平常已經算有在關注 就是會去藝術店裡面看 還是有這麼多我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還要自己 還要再好好努力加強一下 雅梅老師他告訴我們很多現在 我們台灣的電影比較困境 就是未來的 我們發展上到底有這些問題 就像雅梅老師說的 就是你所做過的東西 就是會留下痕跡 就是會在你生命中成為你的一部分 幫助你成長 然後以前我就是完全不喜歡看 有關女性主義的影片 佩佳老師的介紹以後 我就可能比較了解其中的內涵 佩佳老師他就有舉一些 你可以用的形容詞 讀者看的話 相對可信度可能也會比較增高的 有有幫助 所以就是可以開始改進自己 原本不足的地方 就是每次能進來看的導演 我心裡都很開心 因為我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他 天啊 怎麼這麼年輕 一看完就馬上碰到創作者的好處 就是有些疑點可以馬上被解決 這次紀錄片的課程讓我學到 就是不一樣的紀錄片形式 就是會讓我想要開始用老師講的方式 然後記錄就是自己關心 自己身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老師的課程是豐富的 然後讓我們對紀錄片 也有更多的想像 那課程老師一直在嘗試一些音樂的可能性 我覺得怎麼聲音可以這麼的 讓我無法想像 我覺得最酷的是他跟我們說 那些我們聽不到的聲音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現在聽得到的聲音 若虧有柯老師這堂課 我們才有可能 可以把現階段的東西做好 真的是有帶走一點東西 老師又簡述了電影與文學彼此之間的關係 圖鄉文老師也跟我們酸想他的經驗 然後他當影評人的一些觀點 老師也提到了如何從文學作品汲取好的片段 那老師們都會分析的表現很好 就是我們自己製作了一個動畫的小短片之後 就是會更了解製作動畫 尤其是手作手繪這一部分是非常辛苦的 這堂課就是讓我比較了解整個動畫背後的製作過程 老師的課程讓我們收音 很感謝國際在舉辦這個營隊 我踏進了夢想的殿堂 比較安心的想去追尋這個方向 謝謝你們